嘻嘻哈佬又是我 今天來和大家看看明天的更新 到底和第3季美好世界動畫更新 遊戲同時都會有什麼福利呢? 我們一齊看看 首先就是會在明天推出的禁斷 磚磚磚馬倫 超級型的拔刀斬 原來和真都可以這麼型 從來都沒想過 同時都有一隻女僕智障 我讀三星Near 這次角色的技能組都相對比較厲害 和真兩招都是兩連擊 但效果都是那些沒什麼特別 但大技又不一樣 一定會造成爆擊 並且提升全隊中攻擊和暴擊率小提升 第一隻可以加全隊暴擊率的角色 之前只有無跡轉身的主角可以加暴擊率 但他只可以加到自己 例如和真自己高運氣的體質 因此就可以經常造成暴擊 所以和真是必抽的 而智障更加厲害 弱點屬性大 4年了 弱點屬性終於有大了 等了超級久 而一技更加厲害 自己有3個buff以上 就可以造成4連擊 平均每一下打大概差不多200%的傷害 但是要注意禁斷系列的大技是不算的 我看直播的時候 和真的聲優很辛苦地儲到 終於有3個buff的時候 怎知智障自己打一下 復島潤即場吵了一聲 燒死了 所以總結這次是必抽的了 然後配合第三個動畫 遊戲就會再新增一個角色 王女身邊的護衛 上田麗諾配的雷恩 這個角色我都會抽的 畢竟上田麗諾是我這幾年都有注意的聲優 我想應該都是常駐角啦 希望不要搞什麼限定 好像雙人組那種 或者大鎮絲那種 我們才可以在上注池 推到他 最後未來也會出一個新的系列 可思義之國的愛麗斯 會出這個系列我一點都不意外 畢竟第三個重頭戲就是王女 出關於王女的主題一點都不怪 不過這個應該是常駐的 畢竟之前提早宣佈 通常都是常駐過的 這樣我就可以繼續草石等下合作 接著我們來看看福利 首先會像上次爆料動畫一樣 每個星期動畫播完那一集 就會在X上面公佈最好 總共大家可以獲得三千石和四星券 總共四張 而且是可以抽到限定角色 23年9月29日之前的限定都可以歪掉 但好像沒有送角色 就有點可惜了 我覺得應該要直接送一隻四星王也會比較好 再來就是4月11日 就會有一個免費的四星限定 以及登入的時候都會送石 每天隨機就看看你的運氣可以獲得多少顆石 不過第四天和最後一天可以獲得一千石 每個星期登入都會獲得五連抽的券 最後就是拼圖的任務 送素材以及這些稱號 以上就是第三季動畫開播時的福利 接著就是明天開始推出禁斷和珍的同時給的福利 登入就會送技能藥水和我最喜歡的放題抽卡 都是一樣可以分享在X上面 再獲得10抽 今次我的目標是200抽 大家記得祝福我 祝福我等於祝福你自己 大家一起抽過200抽 而卡池方面 Step up 就等於不會少 第五次就可以拿必中限定禁斷角色抽卡 第三四次都可以必中四星角 而且機器都是慢慢提高的 最後依舊都會復刻禁斷角色 沒有禁斷角就可以抽一抽 四星1.5倍可以抽 最後就是一些未來的更新 4月9日就會新增克樂儀的大技 單體造成400%的無屬性傷害 並且加全隊中衣差攻擊 以及無屬性固定中傷害 全部都是無屬性 我都不知如何評價 不過無屬性真的沒有什麼優勢 也沒有什麼缺點 不會被人剋制 也不會剋制到敵人 效果之下可以加到攻擊E差 我覺得一半 都是1.2號大技好一點 5月底就可以令你的角色 在主頁上穿一些戰鬥衣服 看不明白 下面就是可以在主頁上 為相同的角色換不同的衣服的設定 以前只可以一種而已 現在就可以全部頁數都改為一個角色 然後換不同的衣服 並且有5個的欄位設定 改為10個 有某柱可以將你旋回的界面 設定一個角色 然後換不同的衣服 但前提是你要抽到那個角色 才會給你衣服 所以你沒抽到也是沒能用的 這次更加到這裏了 感覺上比4周年更加豐富 功力更加多 要入坑回坑就趁現在了 今天影片就到這裏了 我們下次再見 我是LINK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